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如果平时睡觉不踏实,睡眠比较浅 那可以试一下这个猪心汤 除了味道特别鲜美之外,作用还是特别明显的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猪心 先把猪心切成薄片 嫌麻烦的话,也可以把猪心直接切成小块 猪心切好以后,起锅倒入足量的清水 放入猪心以后,放入几颗小葱和几片老姜 30克左右的料酒,先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打干净表面的浮沫 浮沫打干净以后,再往锅中倒入一些冷水 等水再次烧开以后,捞出猪心 再把猪心放到温水中,仔细地清洗干净 经过这样处理以后,猪心的腥味才会被处理掉 清洗好以后,捞出沥干水分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军汤包 把里面的食用菌放到清水中,清洗干净 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泥沙 清洗好之后,捞出沥干水分 和姜片猪心一起放入砂锅中 一次性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用中小火炖煮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打开盖子 倒入一小勺的盐和鸡精调味 喝汤的时候,撒上碧绿的葱花或者香菜 增加香味就可以了 这样做好的猪心汤 味道非常的鲜美 一点心味也没有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吝点赞 parking